其實全世界都是要求愛國者治港 不用寫出來 這是最簡單不講致命的道理 沒理由找賣國者治港 沒理由找一個不愛國的人 去管理一個國家 你家裡也不會將權交給一個 想拆散你家裡的人手上 這幾件事是會繼續全面貫徹的 不會說做一些不做一些 而且維持超越2047 今天我們不講股市 我反而覺得有一點是大家所有香港人都要關心的 大家都知道回歸了25周年 連習主席都來了香港 大家都說習主席來25周年 隨便說說話沒什麼特別 但其實他說的東西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請了我的好朋友 大家都熟悉的嘉賓 就是施永青老闆 你講一下究竟有四大必須 四點希望對所有香港人的生活 會有什麼影響 還有對中央怎麼看香港 在過去的25年 和將來的日子有沒有任何的改變 今天我們探討這個話題 施老闆歡迎你 大家好 大家好 四大必須我想要講一講 很簡單 因為其實它的內容很長 必須全面準備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相同一 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第三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老闆 第一個就是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這件事其實是香港人都關注的 因為經過了2019年的社會運動 或者現在叫做黑暴事件 就是最後要出動國安法 將那些反對派壓下去的 那是否象徵著前一階段的一國兩制結束 如果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呢 那這件事都很多人會關注甚至單身的 那中央現在就講得很清楚了 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就是中央沒有打算呢 因為這次暴亂事件就放棄一國兩制 那一國兩制主要有些什麼內容呢 我自己就一直都強調的 就是究竟有沒有行一國兩制 一個就是看香港是不是行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內地行社會主義 香港行資本主義 有基本的不同的 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呢 私有產權所得到的保障呢 是大一點的 就是譬如內地要壓抑通脹 他可以叫電力公司不給加價 那香港都有公共市都有價格 的限制但是政府又沒有得隨便說 你又要訂什麼價 他又不給加價這樣 所以香港呢在香港做生意呢 有資本主義的那些市場經濟的規則 就不是完全行社會主義 因為中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那兩者是有所不同的 那另外呢香港呢就是自由度大很多的 這個自由度呢包括外匯流通的自由度 金融市場裡面的自由度 也都貨物進出的自由度 因為香港基本上沒有什麼稅的 說出就出 說日又入 就不用怎麼收稅的 你不要弄一些毒品 遺憾品就行了 那人緣的流通 學術的流通 文化的流通 全部都很自由的 那中國政府雖然不太喜歡 英國政府對香港那些人移民 又說那些什麼居英權等等 他不居英國政府而已 他沒有說香港人申請移民都不妥的 那麼香港人還是按照個人的選擇去移民 去調走一些資本 他是不想你調走 當然鼓勵你留在那裡 但是自由度還是給回香港的 那麼另外香港就不是行大陸法 這個大陸法不是中國大陸的大陸 就是歐洲大陸 就是法國啊德國啊那些 就是行大陸法的 英國就行普通法 那麼香港呢 就是行普通法的 香港雖然有國安法 但是國安法都是 只是對危害國家安全 一些政治問題就採取 中央為香港而設的 國安法 但是一般民事啊商業上啊 或者普通刑事呢 都是用回香港已經用慣的 普通法去做的 所以香港有法治有自由 有資本主義的產權保障 那麼這幾樣東西呢 是會 繼續 全面貫徹的 就不會 說 做一些不做一些 而且呢 維持呢 現在聽起來呢 是超越2047的 就是我之前曾經說 喂 給多 70年我們啊 讓我們安心點啊 就是 起碼 就是2047年之後再加多 50年 但是現在說出來呢 好像 習近平的意思就是 過了2047年 都不會改變的了 當然 我認為 就是 這個都是有一定的時限的 但是起碼眼前不是 迫在眉睫要去處理的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為 一國兩制繼續在香港實施呢 是 放心 這個是第一個必須 第二個必須呢 它是說到 對不起 有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聽你一個人這樣說 就是可能超越2047年 就是我們的界限 在哪裏你看到它是有這樣的意思 哪個字他這樣說 我 我又不是負責幫它解釋政策的 我都是看新聞 聽電視啊 聽到 有些這樣的說話 你叫我引出來哪裡說的 應該它 在這次來香港演繹的時候 講到 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很有生命力 可以超越2047年 就是 沒有 起碼它沒有 給一個時限 就是大家不需要擔心 這個是 我覺得 我不應該理解從 OK 好 繼續 第二個問題呢 是說 全面管治權 和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係 它認為呢 是中央政府 有全面管治權 而特區政府 有高度自治權 這兩者呢 是 一個 統一 來的 怎麼 兩者是 一個統一呢 就是 等於 大陸 毛澤東說 矛盾論 這些是 哲學上比較複雜的 簡單說 一 粒 原子裡面 同時有 質子 帶正電 有電子 帶負電 兩者才平衡 所以 一方面 中央 是有權 全面管治 香港 另一方面 香港 也都有高度自治 但是 要搞清楚的 就是 中央的全面管治 是主導性的 就是 為什麼說它是主導性呢 因為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呢 是由中央制定的 是 人大 通過了基本法 是由中央授予地方的 權力是來自於中央 它給香港有自治權 這個自治權呢 中央是設得很高的 但是不是無限的 是有上限的 就是你在香港搞自治 不可以搞分離主義 搞港獨 也都不可以 以地方揭持中央 又說要結束一國兩制啊 又要叫哪個領導人下台啊 那這個呢 就是 地方 對抗中央 大部分國家對地方政府的權力 都有限制的 沒有理由地方去決定中央 當然是中央決定地方 所以兩者之間呢 是有一個平衡的 那過去那段時間呢 香港的反對派呢 在 那些外國勢力的 鼓滑下呢 就經常強調高度自治 就壓抑中央的全面管治 那其實 中國跟英國談判的時候 都已經拒絕了英國 用主權換治權啦 就是中央呢 一收呢 是全部收了的了 就不是說 留了一些 所以 那所以 中央的 對香港的管治呢 是很全面的 明白 香港的 香港的高度自治呢 是在中央授權下 在中央在大方向定了之後 香港才是去處理香港本地的問題上呢 有相對高的自治權 這個兩者呢 是要平衡的 過去呢 所以 現在呢 就 可能 矯枉過正呢 就強調回 中央的權力呢 是 強調回多些 是作一個 平衡的 那這個是 第二個必須 就是如果這兩個關係搞不好呢 整天 要挑戰中央的權力呢 香港 就會有很多 矛盾啊 不穩定啊 所以呢 這次呢 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和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權之間 要兩個 有對立 有統一 才成為一體的 那這個是第二個必須 第三個必須呢 就是 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那 其實全世界都是要求愛國者治港 就是 不用寫出來 這個是最簡單不講自明的道理 沒有理由找賣國者治港 沒有理由找一個不愛國的人 去管理一個國家 你家裡都不會 去把權交給一個想拆散你家裡的人 手上 所以 以前會說 港人治港 現在是愛國者治港 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國家 如果你想做 你想做美國人 美國人 都要問你 愛不愛美國的喔 你都要唱國歌的喔 你要 你要 了解美國的憲法 認識美國的憲法 你嘗試去美國 說 我不想愛你的國家 我想 加入 ISIS 來幫你搗彈的 你有沒得 所以 港人 要成為 港人 當然 你在香港出生 是一個要求 但是 基本上 是要 愛國的人 因為 香港是 中國 的 一個組成 部分 你不會找 不愛中國的人 去管 香港 所以 愛國者治港 是 會在下一個階段 更加 強調的 原因就是 發現 以前 治港的人 裡面 香港的管理班子 包括行政會議 立法會議 以及問責高官 這些屬於 管理班子 以前 立法會議 裡面 很多 嘲笑愛國 侮辱國旗 這些人在這裡 才會把香港搞成這樣 即是 在宣誓就職的時候 都拿來移氣 那 就是 沒有把愛國 這個 放在一個 必須有的高度 所以 以後 香港 要 發展下去 一定要 由 愛國者 來治港 這個是 第三個必須 第四個必須 就是 要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這個其實是很根本性的 如果香港沒有獨特地位和優勢 因為 中國政府 是不會搞一國兩制的 就是因為香港有獨特地位 這個獨特地位 包括什麼呢 就是 我剛才說過 在金融上 在人員流通上 在外匯流通 文化交往 香港 香港 是跟世界 有很 暢順的 聯繫 是幾乎 以前是無阻礙的 只不過 這個就是 現在 中美的磨擦 令到 中國和西方之間 的矛盾 是 加大了 西方對 中國 能夠 在他們那裡 做到生意 運用到它的市場 或者 就是 借助 國際貿易 去賺取外匯 都採取了壓抑手段 但是 還沒有停止 因為這個壓不壓倒 還要看中國本身 那個實力 和中國產品的性價比 但是 基本上 香港採取的 對外政策 和中國採取的對外政策 對外政策 是有差異的 這個是國家 賦予香港 有差異的做法 造成香港 可以和外國有更密切的連接 這個連接能夠保持 香港 就有一個兩制 香港的經濟 就可以 有高速的發展 香港的民生 就有改善的基礎 多謝施老闆